上周,美国男子温德尔布朗·温德博恩兵两年前曾遇久发动欧致人重伤,被判有期徒刑四年。 然而,妹妹在昨天分遇称,她的母亲和一些社会人士对判决很是不服。 她们向美国政府高层求救,希望布朗能像在中国偷窃的利安吉洛鲍尔一行人一样。 最终被安安释放,特朗普本人也在去年年底得到过布朗母亲的暗示,不过,他直到现在也没理人家。 布朗和他十岁的儿子图元,雅虎体育剧纽约时报6月28日消息,2016年9月24日晚, 布朗在重庆一家酒吧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。 派对期间,一名喝醉的当地男子向布朗扔了个玻璃酒瓶,致使双方发生口角。 之后,该男子的一只眼睛被严重打伤,不得不摘除眼球。 现年31岁的布朗来自底特旅,曾经是一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,在加拿大橄榄球联盟短暂打过球。 他在2016年来的重庆,一边教英语,一边指导一支当地的职业球队。 受伤男子曾经同意庭外割解,并要求布朗赔偿十多万美元,但布朗的收入并不稳定。 还有一个十岁的儿子要抚养,无力支付这笔钱,就被告上了法庭。 但他否认是一伤人,称自己举起双臂只是为了自卫,把对他拳打脚踢的人赶走。 球员时期的布朗作图员,NPR重庆法院终于赶28日,探觉布朗有期徒刑4年,此时他已经被拘留了近20个月。 不过,案件的相关证据,并没有对外界公开。 布朗的支持者对结果非常不满,美国橄榄球国际评论对禁令相关人士做了采访。 布朗的律师吴志梅,一表示,把关在举行简单的听证会后,便轻率宣判,所以他们打算上诉,一个6英尺约1.83米高,225磅月204斤重的男子,如果真的想打人,那男的才不会只受这点伤。 布朗的重庆朋友,亚历克西斯·布朗在打完架之后才赶到现场,但他相信朋友的说法,认为重庆男子才是施暴的一方。 那几个人想找他喝酒,但他不感兴趣,他们就生气了。 这种情况很臭见,他说,那男的的眼睛早就有伤,不是那天晚上被打的。 据爱胡体育消息,布朗的母亲安托尔内特布朗的言词更为激烈。 直到宣判之前,他还认为布朗能够回到他的身边,因为法院拖了这么久,说明他们懒得对无辜的人判刑。 我还是不敢相信,温德尔受到了公然的歧视,他的人群被侵犯了。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,体负一个无辜的人,是严重不公的做法。 他脚趋道,公益组织对外基金会的CEO约翰卡姆,张昆也是布朗的支持者。 28日,他对美人社表示,因在酒吧打人,就被判四年徒刑,是极其不公可过分的。 他设法联系到了白宫和美国国务院的高层,我听说,他们已经非常重视这个案子了。 他们频繁地向中国政府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提着查,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也向印第安内州维士电视台证实。 他们已经窒息此案,美国国务院会认真履行,其协助海外美国国民的职责。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他的案子。 昨天,布朗的学弟,来自印第安纳奥尔州立大学的马特利斯顿。 Medley Stone在此行ESPN强调,中美政府正在洽谈中,白宫和美国国务院都站出来了,正不懈努力要把布朗带回家。 不过这回,特朗普本人却没有伸出援手,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。 去年11月,NBA胡人对新兴朗佐鲍尔的阿尔比利安杰洛鲍鲍尹选在杭州当期LV墨镜被捕。 仅仅过了一个礼拜,他和两个同伙就被释放回国。 当时正值特朗普访华期间,华盛顿邮报消息称,是他亲自开口向中国政府求情,才让事情得以这么快解决。 不过,特朗普觉得求迪拉瓦尔的态度不好,很快就后悔了推特截图。 专注于年轻黑人新闻的美国新媒体Levity网站称,布朗姆亲知道有这条捷径后,也曾想特朗普是好,暗示要他每言两句。 然而,特朗普本人至今也没有任何回应,目前,双方政府的协商还没有结束,我们仍不知道布朗的案件会不会有变数。